依照大清国的建国的体制 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归户部 皇帝的私人财务是由内务府来经管 也就是说国库不可以私通到皇宫 而皇帝也不能够随意的去动用国家的钱财 可是你看乾隆皇帝 他重视生活享受 他喜欢四处巡游 他收购公益精品 所以后宫非评又多 这开销就自然大 因此内务府这么多年来 始终是呈现捉襟见肘的状态 但是这和珅才到任不到一年 内务府的营运就转亏为盈 因此乾隆皇帝就很放心的 让和珅开始大展身手 和珅他也帮皇帝赚了个钵满盆满 我们在看清风剧的时候 看到有的时候皇帝会斥责大臣或者妃嫔 皇帝会说罚奉半年 罚奉两个月 其实这是施以小成 这和珅灵机一动 就把罚奉这档事把它制度化 树木就从一万两白银起跳 这笔钱就直接归皇帝所有 而且账目不要公开 过程也不必透明化 这笔钱叫做义罪银 所谓义罪银顾名思义 就是针对都府等地方大员 凡有过失罪责 义其罪而罚其银 比如毒职 无能 失察 亏恐 乃至贪污受贿 义其罪行大小 令其自掏银两 捡其行则 照何大人的办法 贪官只要交了罚银 就可以减免其罪行 不去追究他的责任 可以继续为官 那这些贪官为了弥补损失 就会变本加厉的大把去搂钱 顶多不过再交一次罚银而已 何大人的何大人 交了义罪银 就可以减免其罪行 至于退赃减等有何区别呢 从此以后啊 乾隆皇帝就吃得肥滋滋 而且乐不可知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大臣们为了要讨好皇帝啊 就不断地自称有罪 就心甘情愿地奉上义罪银 我们来看个例子吧 有一个大臣说啊 我在写奏章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洒落了几撮香灰 所以我甘愿受罚 自动缴交义罪银 三万两白银 弄得乾隆皇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皇帝想这么多 那给你打个折扣 那就算一万两吧 这义罪银的恶力一开啊 等同是乾隆皇帝呢 就公开的收受贿赂 这些个贪赃亡法 违法乱纪的人 等同是有了保护伞 只要有钱 我就可以任性 似乎是所有的罪行 都可以靠钱来摆平 乾隆皇帝跟和申 就是上下其手 君臣和贪 短短的十多年之间 乾隆皇帝就把数百万两的白银 轻松入代 可是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 却开始风气败坏 从根烂起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 想要轻史留名 所以刻意的不对百姓 刻意重税 但是他又大张旗鼓的 要巡游江南 这经费从何而来呢 没关系和申很快的就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他先把皇帝的行程透露给官员 再层层地转达下去 于是啊 地方上的大小官员 富商巨谷 世家大族 只要你想飞黄腾达 大家都争相 捧着银子 前来孝敬 更为了功赢圣价 大家呢 修桥 铺路 盖行宫 这内务府反倒是 不用花上一文钱 你看这皇帝能不高兴吗 就在皇帝龙心大跃的情况下 和申就跟着大滩小滩成了千古第一滩 不过这一切看在储君永远 也就是嘉庆皇帝的眼里 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和申把贪污这个罪行合法化 变成是官场的潜规则了 满足了乾隆皇帝和他个人的私欲 可是呢 却腐蚀了整个国家 因为很简单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 到头来 吃亏倒霉的是百姓 而天下大乱 要收拾的就是国家呀